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现在继续学习基督教要义 那今天我们将进行132课基督图的自由第三讲 无关红纸的事的自由 是关于无关红纸之事的自由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十九章七节和八节 今天呢我们将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开始今天的课程 进入十九章开始 加尔文牧师在前面讨论了救赎的果效 我们如何在基督里借着信与基督联合 在基督里蒙受的恩典里面特别强调了这个称义 那紧接着呢他又谈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获得自由 他也谈到了这个自由是可以说是基于称义的基础 或者说称义带来的果效 结果因着上帝在基督里称我们为义 所以我们获得了怎样的自由 那加尔文牧师谈到了这个自由 基督徒的自由包含着三个部分 第一个方面就是脱离律法的义 换句话说就是律法的行为 我们在神的面前得蒙称义 不是因着靠履行律法的义务 满足律法的要求而称义 不必要再受这样的律法的应许的限制 而是凭着恩典借着信 相信基督的义而得蒙称义 所以我们脱离了这个律法的应许的方式 不必要再受这个因 那第二方面他也谈到了 我们今天顺从神呢 顺从律法的教导也好 顺从神的执意也好 不再是惧怕的努力出于惧怕 而是作为儿子 以爱敬畏感恩的心 自愿的甘心乐意的去顺从 所以我们不是在出于惧怕 律法的咒诸威吓 而恐惧战尽嘚嘚嘚的 怕神的愤怒和鞭打咒诸 来恐惧战经的 勉强的 虽然不甘心 但是又不敢冒犯的 这样的侍奉或者顺从 并不能蒙神的喜悦 所以一和二之间彼此有关联的 不顺从律法带来的结果 就是劝律法的债 被律法定为罪 罪的结果就是神的愤怒和咒诸 但是既然我们不再凭律法的意 在神的面前称义 获得神的悦纳 而是借着基督 基督已经遮盖了我们 已经替我们履行了一切的义务 所以他的议算在我们头上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就被称为义 而且我们这个人的不完美的生活和 侍奉也被神悦纳 不是因为那个侍奉本身的性质决定 乃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所以一方面我们基督已经履行了 所有行为之约的条件 因此我们不需要 我们也不能也不需要 只要信靠基督就可以了 脱离了律法的定罪 如今既然从律法的这种欠债 这种被律法定罪和咒诅追讨 恐吓之下脱离出来 我们就应该不再像奴隶 而像儿子一样 喜乐地行 感恩地行去侍奉 这也是我们主日的时候 讲到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里面保罗圣灵 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发出的这个教导 我们这样的蒙生喜悦的 这样的圣洁的 这样的侍奉呢 是基于神的怜悯 基于基督救赎 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是甘心乐意的 那今天呢 我们看这个基督徒的自由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无关红纸之事的自由 我这里用的是无关红纸 三连的用的是无关紧要的事 那到底什么是无关紧要 无关红纸的事呢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词意 这个词呢 希腊语叫Adiapora 在这里面我们要注意 我在讲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我没有处理基督教要义里面 出现的每一个概念的整个意义 比如说Adiapora这个词 在希腊哲学里面 最初的意义 各个流派的意义 包括初代教会的意义 中世纪的意义 宗教改革家的意义 以至于到更正教 正统派的意义等等 或者是马丁路德的意义 我们没有这么处理 从主题上讲 我只是尽可能的 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要研究的 这个要谈的就多了 范围就特别广 那我现在所处理的是 让大家基于要义为蓝本 透过要义作为工具 一方面让我们阅读要义 体会古典经典的那个美 那个深邃 同时也从要义本身去认识真理 汲取它的属灵的养分 所以我现在集中是说明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里面讲什么 所以如果换有一天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要谈到这个词的时候 这个主题 到底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时候 要谈的就特别多了 我们可以从这个 不管是从礼拜的礼仪上 包括其他的事情上 这个通识的和共识的 各个角度去处理这个主题 但是我现在不处理 所以大家要理解 Adiapora 这个词有很多的意思 这里不是指最初的 哲学流派里面的不同的 我选了几个 通常我们比较熟悉的 第一个就是道德中立 什么叫做道德中立呢 三连里面说到 就是无关善与恶的 这个事情在道德上是中性的 它既不是善又不是恶 这样的事情 有些事情我们看到圣经里明确 有他的评价和态度立场 什么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妄成耶华你神的名 等等 分明神仅止的 当孝敬父母 当爱人如己 当遵守安息日为圣 等等 当遵神的名为圣等等 类似这样明确命令或仅止的 这个是分明的 分明的 当然这个命令我们解释的时候要明白它的意义 但不管怎么有关一些事情 圣经上帝的吩咐是明确的 但是这里面说的 阿迪阿普尔是指道德中立的 道德中性的 无关乎善与恶的 圣经没有明确判明到底该不该做的 这样的事情 或者说无关紧要的 那个有的版本翻译成就是那些琐碎的事情 琐碎的事情 是渺小的事情 不是非常重要的 无关紧要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基督教信仰里面也有一些非常致命的 如果否定的话 或者改变的话 就等于改变基督教本身一样 比如说基督的两性位格的联合 比如说三位一体的教理 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 因为圣经里面这么启示的 这位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否定三位一体 或者是承认三位一体 但是他的意义改变 违背圣经的时候 那就改变了基督教本身 为什么 基督教本身就是关乎神是怎样的 三一上帝在基督里面的救赎的工作 创作的工作 护理的工作 以及我们当心的本分 对不对 关于神的知识都错了 那所有人的本分 义务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包括对基督 基督的救赎等等 道成肉身等等 包括救恩的方式 很多重要的核心的是不能妥协的 一旦妥协就大是大非 性质本身就变了 就不再是真正圣经的 合乎圣经的基督教 我们或者说称之为异端 异端实际上就不是这个基督教 正统的所谓的合乎圣经 上帝启示的那个教 为什么在致命的 关键的核心的事情上 错的话 它已经就改变整个事情的性质了 不是编这个编幅的问题 比如说你到底是婴儿洗礼 还是进水洗 大水洗 还是绿水洗 还是点水洗 还是你这个胶啊绿啊等等 这个形式本身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等等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无关紧要的呢 它是涉及到琐碎的 肢结的 不是核心的 那还有一些就是非必要的 这个和无关紧要的是类似的 它的重要性 有些东西是必须的 这个没有的话就不是基督教 或者说这个否定的话 就不是正统基督教 所以决定一件事情的核心的性质 很重要 是与不是 就是完全否定 或者承认的概念啊 所以这个呢 Adiapora呢 是涉及到 那个像灰色的 不是大是大非的 不是核心重要的 不是非常必要的啊 是相对次要的 灰色地带的 类似于这样的啊 没有明确上帝分明 命令 禁止或者吩咐 这样的部分啊 类似这样的 说明这个词的意思有很多啊 关于希腊 哲学里面的 不同流派的这样的翻译 或者所指的意义 我就不提了 关于基督教历史当中的 不同的表达 我也不提了啊 包括改革派 包括改革派 改革宗 宗教改革 使其不同的观点 差异 我不谈这里啊 那大概有这样的意思啊 中立的 不是关乎清楚的 善或善或恶的 是灰色的 非必要的 无关紧要的 次要的 琐碎的 这样的事情啊 这个意思是这个啊 意思是这样的 那么到底这个词 它所要指向的是 什么意义呢 加尔文牧师 用这个词来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真理呢 他在这里面说到 在神的面前 我们不再受那些 本身无关善恶 注意哈 我把关键的一些内容 特别用不同的颜色 血体加粗 标注出来 这些事情呢 本身是无关善恶的 不涉及到明确的是 罪还是不是罪的问题啊 然后而且还是外在的 不是核心的 不是内在的 不是本质的 我们不再受 类似无关善恶的 非本质的 外在的这些事物 束缚了 现在我们完全自由 已经完全自由了 在这些事情上自由了 行与不行 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呢 这是我们已经获得自由 要么行 要么不行 都有 已经获得自由了 不受他们的束缚了 然后使这样的事物 使用这些事物 或那个事物 这个事物 那个事物 是否符合神的旨意 并且他的旨意 应该引导我们 一切行为和计划 注意 这就是这件事情 核心的本质 基督徒我们说 就像亚当被造的时候 他被造 虽然上帝赋予他尊严 地位 智慧 判断力 甚至某种自由 但是亚当被造 他本身 无论是从他的存在 还是价值 还是目的 他本身不是自存的存在 他的存在是上帝让他存在 所以他必须是 不断地依赖上帝 无论是从他的存在本身 他的肉体 他的动物性的 生物性的这样的生命 需要依赖上帝 所创造的地上的土产 他的灵魂 他的属灵的生命 要依赖上帝 不断口中所出的话 他本身全人要依赖神 包括他的 他是谁 他为什么活着 像什么活着 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什么 他都需要从上帝 那里寻求他自己 安身立命的 价值意义存在等等 所以他不可能独立于神 因为他本身 的的确切是出于神 他就不是自存的 所以他已经决定了 他必须从出于神 也要依靠神 也最终也为着神 向着神去生活 所以他本身就这样 那今天我们基督徒 是因为亚当多落之后 基督又 末后的亚当基督 要重新把我们 带回到神的面前 与上帝后 化解了一切的冤仇 然后又把我们从那种 如羊走迷的路上 带回来 那么我们如何恢复 亚当堕落之前 上帝创造时 让我们应该有的 以上帝为中心 依赖上帝 在上帝里面得到满足 以上帝为目的 按照上帝的旨意 去生活的 这样的生活呢 这样的生活秩序呢 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 上帝的话 就是他行事为人的指引 他的计划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我这样生活 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 他的旨意应该引导 支配我们所有的想法 计划和意念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 以上经神的话 为我们最高信仰和生活的权威 不管是尊崇他最高权威 他也真的支配 指引引导我的判断 思想 情感和决定 我们要学习做圣经的学生 做圣经的仆人 顺从圣经 圣经就是神的话 是上帝透过圣灵 他所拣选的仆人 启示和末示成文的上帝的道 让我们读了 学习了 思想了 明白他的旨意之后 好更好的去照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 阿迪阿波拉核心的概念就是 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 那有一些是要 有一些是不要 阿迪阿波拉就是涉及到 没有明确神吩咐和谨止的 这种看似灰色的 无关 大雅的无关 红纸的无关 紧要的 不是大非大恶的 大善大恶的 这样的事物 如何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呢 即便是除了神说不可 神说要之外 也要受 整个生活要受圣经的支配 那圣经有一些是明确的 仅止明确的是吩咐的 还有一些是没有明确表态的 但是那个部分也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指引 比如说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 关于无关善恶 外在的事情上 上帝赋予我们行或者不行的自由 把这个部分交给我们了 我们去凭着良心和对神的爱 去自由的去判断 要么做 要么不做 都是自由的 所以虽然是谈到自由 但是不是自由放荡的自由 无拘无束的自由 而是还是在圣经的教导和应许的范围里面 去应用这个自由 只不过是不是涉及到善或恶的 而是涉及到那个无关红旨的 这样的部分而已 所以根本问题还是 我们如何过蒙神喜悦的生活 和神心意的生活 让神的旨意引导我们 即便是那些看似灰色的 我们也要从圣经里面寻求旨意 我们一切的行为和计划 都应该受神的旨意和神的话引导 那紧接着呢 加尔文牧师就谈到了 讨论这个主题的重要性 为什么讨论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呢 加尔文牧师说到 我们非常有必要认识这种自由 非常有必要认识这种自由 不然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关于这个事情上的自由的话 我们就会失去这种良心的平安 否则我们就不会有这种良心的平安 或者是良心的安宁 我们的良心被基督的血解净了以后 所有的罪得到赦免了 所有天良的亏欠都借着他的血一次洗净了 所以我们有无愧的良心了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好 而是因为基督完全熟了 不再定罪了 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 已经得到释放了 所以我们良心在神的面前是清洁坦然无惧的 是平安的 享受了 那个原本向我们怒目 看我们向我们发怒的 定罪的那位审判者 如今因着基督的缘故 微笑 悦纳我们 作为他的儿女 是和好的 和睦的 和平的 所以是良心也会安宁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自由的话 我们就会享受安宁 反过来如果不知道这种自由 我们的良心就享受不了这种安宁 也无法根除迷信 注意啊 安宁是强调我们对待这件事情 对待这些事情的态度的问题 我内心当中对待这些 我心里面会不会什么所谓的平安呢 然后第二就是迷信 我对待这些事情的看法 决定了我是不是正确的去对待它 是以那种迷信的 错误的 没有神明确教导的 去自己虚构出来的一些态度和观念 去对待它呢 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了 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平安的问题 加尔文牧师特别注意 就是圣经里面强调我们这些基督徒 信了主以后所获得的平安 这是在旧约里面 旧恩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福祉 与上帝和好之后 我们的灵魂可以在他里面 享受这种交通 这种和好和睦平安 旧约里面赦罪有赎罪祭 还有平安祭 虽然平安祭里面什么有感谢 这个许愿呢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们因这赎罪之后 因这罪得到赦免之后 我们和上帝之间 一起同习的那种安详 这个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已 内在的也是包含着 我们被神经与上帝 心里面与上帝和平和睦了 这个很重要 这个也是人生命的本质 一个人里面心里面没有平安 你说他有价值 你说他有意义 你说他幸福 这个都是不可能的 平安是最基本的 虽然重要的几个要素里面 其中有一个就是平安 一个人活着 我们说幸福 一个人活着 要认识到自身在神的面前的价值 他的位置 他的角色 他的意义 等等 很重要 其中一个还有 这一切都基于我们与上帝 是和平的 平安的 和睦的 如果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已经失去了和平的话 你这个人再给你 再多的 世上的横童 成就 只不过是表面上 肉体的暂时的快乐而已 你内心深处是不可能享受真正的幸福和安息的 因为人这种存在不只是物质性的 我们刚才谈到了人身体的层面和灵魂的层面 然而灵魂里面的状态比肉身的更重要 即便我们拥有这个世界 如果失去了生命 又有什么益处呢 谁能拿再去换取这个生命呢 所以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存在 所以然而我们人嘛 亚当犯罪之后 我们人就陷入到那种愚昧当中 被世界的假神弄下了信念 我们就本末刀治 我们就搞不懂我活着到底为什么 结果我为了幸福 却失去了 以失去神的生命和远离神为代价 去追求那个虚妄的幸福的时候 你发现在追求的道上 已经迷失了方向 已经失去了生命和真正的平安 结果他到了以为他追求的一切的时候 你发现要么就是健康没了 要么就家破人亡 拥有了一切 妻子离开了 儿子被判了等等 然后结果带来的最终的苦恼 他以为赚得那一切之后 他才会开心 但是他其实在去的过程当中 他与神已经关系破灭了 然后他必然因着这种与神关系的破灭 他带来的就是与其他被造物之间的关系 这种秩序的颠倒 一个人不认识神 没有调整好跟神的关系的话 他一定会跟其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就过高的评价 把一些不是价值的价值 赋予很高的价值 出现了一种我们所说的双眼号 拜偶像的生活 就价值颠倒的那种生活 所以心灵安宁非常重要 不管是赦罪 赦罪之后带来的人里面的一种 这个内心的和上帝那种状态 和睦和平平安 所谓的沙龙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 破除迷信 就因为总是对内建事物 有一种错误的认识的缘故 所以我的看他的这个view 看待他的态度立场观念 因着对他无知的缘故 偏差错误的人 总受那个我所看待那个事物的影响 这个后面会讲 所以认识这种自由 关乎无关对错善恶 这种红纸的事情上 我们如何自由的去对待这些事情呢 非常重要 那这些事情呢 加尔文说比一般人以为的更加重要 因为有些人以为 说到这有什么重要的 一点不重要 竟谈一些琐碎的事情 加尔文牧师说并非如此 不是不重要 不是无关 没有意义的 非常重要 一般人觉得这个有什么 但是往往被忽视的时候 但是加尔文牧师说 这个是比起我们一般人 对此认识不够的那种轻视 他们心意当中觉得不重要 其实比他们想象的那个不重要 更重要 更加重要 他们觉得不重要 但是实际上这个事情很重要 关乎到我们的良心的安宁 和脱离 根除迷信的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加尔文牧师说到 良心呢 因为良心一旦落入网络 就进入一个纠缠不清的迷宫之中 再难逃脱 而且人就开始困惑 加尔文牧师说到人的良心呢 前面不是说人的良心自由平安吗 但是良心有的时候 会陷入到一些网络 这个网络是一种形容 形容他对人的一种牢笼 让人感到困惑 迷茫 搞不清 纠缠不清 所以这个人开始陷入到困惑里面 这个人就开始迷茫 到底纠结怎么办 良心在这种里面的时候 他能够幸福吗 能开心吗 能够平安吗 不可能 所以为什么重要 很重要 这是从消极的讲 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 我们一定会困惑 如果这个事情搞不清楚 我们一定会陷入迷宫 迷失方向了吗 找不出来出路吗 不知道该怎么办吗 比如说 加尔文牧师就谈到了 前面谈到了说什么 自由的吃肉的问题 自由穿衣服的问题 自由休日 大家可能注意了 这个休日 我用红字 我重新标注了 拉丁文直译里面 就是直译休日 韩文 然后我参考了一下这个卖种版的中文版 卖种版的那个版本的英文版本 不是三连的英文版本 卖种版的英文版本是更接近拉丁文的 那我就看了这里面说自由吃 是吧 肉体的吃喝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自由的穿 还有holidays 你可以翻什么假期假日 也有什么节日节期 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呢 如果你按三连和卖种的翻译 就容易造成误解 好像加尔文告诉我们自由的守节 那到底我们要守不守圣诞节 那我要不要守大斋节 我要不要守这个约节 我要不要守出其他的节 祝鹏节 旧约的节期 我们就会误解啊 所以根据文脉的话 你根据加尔文牧师的神学来看 这个根本不是自由的守节期的意思啊 守节 自由的守节 这个我看一下 守节 这个就模糊嘛 这个守节守什么节呀 圣诞节 复活节 或者说这个月节 肯定加尔文不会 那罗马天主教当时也守的节太多了 什么圣安德鲁节 什么圣人的节 对不对 圣日圣节 这个宗教改革时期 当然是反对这些事 我们私自设立的一些日子 一些节期 那这里面分明不是指这种宗教性的节日啊 是休日 公休日也好 或者是像西方有一些这个法定的 有一些日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主日 以前 三队什么 以前都是这个跟宗教有关系的啊 用这个 每一个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到周日 每一个星天都有一个星期 所谓的星期都和一个神的名字对应的等等 都背后有宗教性的嘛 那到底我们要不要休日 休息 那个日子 不是休假 休假是长一点 休日 短的 某一天 我要不要休息的问题 自由的休啊 其实这个要讨论的话就多了 然后他还举了很多 比如说 如果有人在这些事情上困惑 如何陷入迷宫和疑惑呢 如何不断的就产生开始迷惑呢 加入牧师就开始说明 比如说他用布料的问题啊 用亚麻制作床单 衬衫 手机 手帕等等 是否合法的时候 他在思考这个问题中 如果他开始迟疑 疑惑 我用亚麻可不可以的时候 那他不久之后就会对大麻不确定 最后也会疑惑这个粗麻 他再三思虑是否用不用 该不该用餐巾的问题 西方人啊 咱们中国人可能现在 一般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这个桌布是可能家里有 或者是根本不用 然后餐巾这个事情 咱们是不习惯 他们是用这个刀叉 餐巾对不对 那是不是用餐巾 可不可不可以用餐巾 不用餐巾又不可以吃饭的问题 或者说日常生活中 是否可以不用手帮 你看这都是非常跟我们的一般生活的习惯 一些琐碎的事情 圣经没有明确吩咐的 到底用亚麻可不可以 醋麻可不可以 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必须得用餐巾 或者生活当中能不能用手帕 都是一些细节 琐碎的 圣经里面没有明确吩咐可以不可以的 如果他认为吃讲究的饮食不合法 什么叫讲究的 稍微品质高一点的 平时咱们在家吃个泡面啥的 有一天你就吃了个烤肉 他就心里纠结 我这么奢侈 平时吃个两千块钱 一千五的八百的拉面 方便面 我就觉得心安理得 觉得挺清贫的 挺清洁的 挺圣洁的 有一天吃了一万五的一顿的排骨汤 心里面就谴责 太奢侈了 这个意思 吃贵一点的 好一点品质的食物 是不是神喜悦呢 我吃的是不是太奢侈了 那么他后来呢 可能会对吃黑面包 普通的食物感 黑面包我们说的 用现代人稍微理解 精面和粗面啊 精面我们觉得 哇这个加工程序都提取了白的 是最贵的 以前国内 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年代 讲说就距离远了 九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买面的时候 虽然细分有很多种的 大体是分两种 一种是粗的面 带着那些什么杂质的 面有点黑的那种便宜啊 一袋 九几年的时候 一袋可能是 我记得当时是二十几吧 但是精面 精粉 什么精道 当然添加劲 工序比较多的 又比较贵一点的 有差价的 所以面有稍微精一点的 稍微粗一点 它的黑面包 我们现在觉得黑面包好健康 现在上这个巴雷铁塔的话 你去买的话 你买黑面的粗粮的 反而还贵啊 还健康 那个时代呢 就是说粗面包是 不是高质量好的面包啊 所以跟我们之前那种概念也差不多 所以吃粗面包黑面包 一开始觉得吃讲究一点的 品质高一点 贵一点的 饭的话 就觉得是不是不合乎神心意啊 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然后就开始觉得 后来就觉得吃黑面包都不行了 吃一般的食品也感到不安 什么 为什么 总是疑惑吗 总是困惑吗 他良心当然就不安了 对不对 因为他认为可以用更平淡的食物 甚至维持身体 就是最基本的 我这里简单提 比如说全乳学派 哲学里面啊 他们就是像狗一样的生活 所以叫全乳学派 追求那种清贫的 最低等的 能够维持生命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洗澡 也不用理发 也不要穿高级的衣服 干净的衣服 能活着就行了 吃什么食物 讲究什么 拿什么叉子 用什么餐巾纸 用什么凳子和桌子 什么蜡烛 就是在蹲在马路边上 这个用手捧着吃 或者是烂苹果 或者什么样 能添饱肚子 能让我生存 活着就行 明白啥 大概稍微有点感觉了吧 能维持基本需要就行 不死就行 你发现一开始 觉得花贵一点 吃好的食物 渐渐的开始 连最普通的事情上 都开始困惑 如果他对饮食 这个喝好酒 当然这个不是今天的 我们什么 儿库 小烧 当时宗教改革时期 是讲 葡萄酒和啤酒 法国是葡萄酒 德国是啤酒 所以他们就像饮料一样 那样的饮料一样 所以当我们觉得 喝品质好一点的酒 是不是就开始犹豫的时候 甚至连喝淡酒 我们中国话说 60度 50度小烧 高粱 纯酿 和35度的 甚至15度的 韩国 那个就更不用说了 饮这种酒 是不是也在犯罪呢 良心总是不安 最后甚至连喝清水 都觉得有点过分 终于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步 甚至连脚踩在路上 踩一个干草 都觉得是犯罪 当然我们走在路上 不是今天的这个柏油路 或者是水泥路 干干净净的 比如说一般的路 路边的花草落个叶子 柴死个蚂蚁 柴个草叶子 这种我们几乎都 没人在意的事情 这种非常平凡 又无法避免的事情 他也觉得良心不安 就是每一天活在这种焦虑 犹豫 困惑 迷茫 不安当中 纠结当中 圣经没有明确吩咐 禁止或吩咐的 但是他却 常常 纠结这些事情 到底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可不可以 所以这个人 心里就不可能有安宁 因此 你说这件事情不重要吗 能不能重要 福音 耶稣基督 给我们三一上帝 所做成的救恩 耶稣基督 所给我们完成的福音 在基督里面 获得那个自由 就被这些困惑 完全给摧毁了 你说他得美得自由 基督已经释放他了 客观的事情 已经做成了 主观上因着他认识不上去 结果他就 没有自由 被各种捆绑所束缚着 那这里所辩论的 不是一件小事 不是一件小事 看似关乎小事 但是不小 讨论的要点是 使用这些或那些物 是否合乎神的旨意 刚才我没谈了 他的旨意应该 引导我们一切 我们觉得 神的旨意 要引导我们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好像鼓足不前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神的旨意 反而让我们知道 在那方面我们有自由 所以在这些事情上 虽然圣经没有明确吩咐 但是圣经却 给我们提供一些原则 指引我们 免得我们 因着无知而带来困惑 所以我们 神的旨意应该 引导我们一切的行为和 规划计划 结果就是 有些人必然 爱不得步入绝望的深渊 两类人 他提到了有些人 快步步入绝望的深渊 为什么 当他去纠结什么 清酒浓酒 什么布料 到底用餐巾纸和面 这个手帕 可不可以的时候 他就累得要死 你发现他就没法活了 生活当中 方方面面都要纠结 到底这个神 我做可不可以呢 每一天在这种恐惧当中 迷茫当中 彷徨当中 你发现他每走一步 都怕踩死麻蚁 怕踩到杂草 他就没有安息 每一天劳苦丹中丹 那个让耶稣 让他得向安息的那个人 结果又陷入到各种迷信 前面说了 迷信 因为对这些事情的错误的认识 带来的迷信 捆绑 束缚 他一定会陷入到绝望的声音 为什么 没有喘息 最终你发现 他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最终只能绝望 就像一个小试图遵守律法的人 最终他发现 根本没办法遵守 绝望 只能绝望 那另一些人呢 其他人呢 就轻慢 这是两种极端 轻慢 不再敬畏神 轻慢就是无所谓了 放肆 不在乎 从而必然为自己 铸造一种灭亡的路 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进入到放荡的 败坏的 灭亡的道路 当人陷入到这些疑惑中的时候 不论他转向哪一方 这两个基点 要么就是绝望 过于这种拘谨 律法主义 要么就是过于自由 放荡 放纵 那加尔文的这个神学 总是用一个名词来形容的话 就是中庸啊 或者是中间之道 寻求平衡 在圣经强调这方面 又强调这方面的时候 他寻求两方面都考虑到 他常常处理问题 强调自由的时候 是针对那些束缚 强调完自由 又避免那些放纵的人 他始终是在处理啊 因信称义嘛 不在乎行为 不在乎律法 又谈到免得因信称义 导致懈怠 轻忽善行 你发现他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他很累啊 处理A了又处理B 处理B了又处理A 然后让我们不至于在真理上 又偏颇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追求成熟信仰 必须追求的正确方向 不是这个不讲原则的中庸 中庸的中庸啊 而是中间的道 寻求整全的 在圣经教导的整全的均衡的来理解圣经 全面的理解圣经啊 避免偏激 那他看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然是良心烦扰啊 如果他陷入到这样的时候 他必然陷入到困惑 要么就是良心 所看到的一切都让他困惑 他就没有底气 到底我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 待会我们讲啊 基督徒 中国基督徒这种捆绑更多啊 那紧接着呢 这个加尔文呢 就用罗马书里面的经文来论证圣经 圣灵如何教导我们过基督徒的这种自由的生活 罗马书14章14节里面谈到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 他就不洁净了 凡物 凡神所造的 保罗书信里面 提摩太书里面说的 提多书里面也说了 神所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好的 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 态度 以为 这是人的认识和态度 不洁净的 在他 就不洁净了 在污秽不信的人 都不洁净了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注意 这个三连也好 这个卖种的也好 没翻译出来 英文里面 I know 如果看 这个和本圣经里面 没有翻译出来 和本圣经里面没有翻译出来 这个希腊语是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知道的意思 我知道 换句话说 我因这神的话 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 加尔文的概念 知道和相信 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知道你独一的真神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就是有什么 因这信而知道 因这神的话而知道 这就是信心 知识 我知道 凡物 本来就不洁净了 为什么知道 根据什么知道 神的话 所以这就是信心 有了信心的知识 人就有自由 本来一切都是好的 没有什么不洁净的 但是那些无知的人 以为这个不洁净 在于他就不洁净了 所以圣经里面说 那些人 吃肉 就像吃拜偶像的食物一样 为什么 他们心里面 信心不坚定 没有真知识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甚至上帝 当然这个有别的意思 宰杀寄生的手 寄物的手 就像拜偶像 上帝责备他们的悖逆 因为他们的无知 献祭的时候 当然他们里面 对神的不敬钱 献上虚伏的寄物 实际上心里面远离神 所以表面上献上礼拜 献上寄物 好像在师父神 实际上他们说 这些不敬钱的 实际生是拜偶像 宰杀寄生 就像杀人流血 犯罪一样 不是礼拜 是在犯罪 所以这个 我们可以引申到 这个一样 因为愚昧无知人的 认知的问题 信心的问题 结果本来是好事 结果变成犯罪 本来捷径的 对于他们来说 不捷径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面保罗说到 一切外在之物的自由 外在之物 不是内在的自由 只要我们确信 I know 我知道 这自由是来自神的 为什么 上帝本来造的 就没有什么 解净不解净的 但是有些人就纠结 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 当然这是涉及到解净的问题 抽烟可不可以 喝酒可不可以 当然基督教派里面 有禁止的 有节制的 对不对 基督徒就不能 这个不能那个 老多不能了 某些方面好 某些方面在破坏福音 当然我不是鼓励 我们吸烟喝酒 有很多事情 是虽然有自由 但是做的话 可能对我们没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总不要受到瑕疵 凡事都可行 但总要让人得益处 凡事都可行 无论或吃或喝 都要荣耀神 所以有自由 但是也有规范 我可以吃 但是如果怎么样 那个是我们下周要讲的 我现在就不剧透了 那在这里面所说的就是 这些事情本身 并不涉及到善恶 罪不罪的问题 但是这些人的认知 I know 以为不解 对于他就不解了 带着污秽不解的心 去看待圣洁的事 对于他来说就不解了 这一切都是来自神 上帝给我们自由的 但是如果任何迷信的想法产生 如果有任何迷信的想法 就会产生这种顾虑 对不对 这些事物本身是洁净之物 对我们 如果因着这种迷信的想法 顾虑去做的话 一定就对我们产生 凡不出于行 信心的都是最好 他心里面犹豫 做的时候 本身就无讳了 所以不是事情本身 事物本身 而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想法 认知的问题 顾虑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就没有真知识的意思 没有真知 对神的话不知道 所以他就不自由 所以基督徒学习神的话 很重要 不要以为 学了那么多 有什么用 也活不出来 不学 无知的人 永远满足在 自己所知道那一点东西 然后 他就没有办法继续进步 知道了 活不出来 你还能够 祷告的手足啊 让我照着我所知道的去行 对不对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我 求你使我能够行 不知道的话 就满足在自己的里面 以为自己全行了呢 对不对 因为他不知道 那个当走的路 还有更远呢 上帝的要求更高呢 对不对 满足在自己认知的里面 在无知当中 自满当中 所以一定要竭力学习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学习的时候 会让我们 有的时候 把握不住骄傲 但是这也是一个过程 但是越学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我们越无知 越学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神的旨意是这样 包括这里面 原来这件事情上 上帝是赋予我们自由 可以自由地享受 所以就脱离了这种迷信 脱离了这种束缚 脱离了这种顾虑 捆绑 对不对 那紧接着呢 保罗又在 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里面 谈到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不自责良心的问题 就有福了 那这个意思 不是告诉我们 什么事情 都按照自己的标准 我觉得可以做 我想做啥就做啥 个人偏心 几如任意往外 不是 没有涉及到神明确说不可以 或者神要我们做的 这种明确对错是非的事情上 我们可以凭着良心的自由 对神的这个认识 自由去做 不必受自责 就有福了 如果有一心而吃 就必有罪 因为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 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 那如果处在这种困难当中的话 仍然随心所欲 明明已经疑惑了 你还去做的话 那这个不就是悖秘吗 良心不安吗 心里面犹豫迟疑吗 你还做 这本身就是犯罪吗 那些有点敬畏神的人 如果被迫做出许多违背良心 良心觉得不对 良心觉得不安 当然这个良心是因为自己无知 认识的不足造成的 就像很多基督徒 我们过去认为 吃血就是犯罪的话 结果后来发现 这个是犹太主义式的解禁 就解禁上的问题 我们老一辈传统就按字面解禁 就觉得这个心愿也谈到了 使徒心章也说到了 不可吃 启示瑞也说到了 什么吃血 或者旧偶像之物等等 我们就忽略了 去直接参与偶像崇拜 和吃拜国偶像的食物 是性质不一样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也谈到这个问题 一会儿说没有事 吃不吃都可以 有的时候说不可吃等等 性质不一样 谈的不一个市场 所以弟兄姊妹 这里我们不谈 那良心竟然都不允许 觉得自责 你就还去违背良心去做的话 当然是犯罪了 然后就感到气馁 做了自己觉得不对的事情 充满了恐惧 当然了 陷入到这种混沌子里面 对不对 都不能 就没有办法有感恩的心 坐着上帝 吃着肉 还犹豫迟疑 然后不但没有喜乐 而且没有感恩 不能感恩吗 因为他里面正在挣扎 我该不该吃 吃一万五的这个 这个糖饭呢 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 等等 我只是举个例子 当他这样迟疑的时候 他就不可能有感恩的心 然后听不太前书 四章四指五节里面 提到了特别强调 前面提到了信心 信心很重要 信心背后是真知是吗 真知 因为神对神的旨意的了解 所以他就有信心 所以他自由 然后这个就很重要的 就是感恩 凡神所造的 凡神所造的 什么意思 上帝所造的 不是人所造的 人造出你说 这个毒品 我就改安的领受 上帝没造毒品 是人 把上帝所创造的里面 加以重足改变 无论是化学反应 还是提取其中的物质 用于恶用 物用 那个不是上帝造的 是人物用的 人的制造 所以神所造的是 原初神所造的 一切都是好的 如果感谢的领受 就没有什么可弃的 都因着神的道 知的层面 信心 知道 和人的祈求 成为圣洁了 一个人知道神的道 带着感恩的心去 泄饭 祈求 就可以 吃嘛 本来就是洁净的 也不是什么误会的 所以这个感恩 感谢这领受 很重要 就圣洁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明明宣告 唯有一感恩的心 去领受的时候 才能使我们所用的一切 成为圣洁 这个不是由物质 本身的性质 本身神所造的 没有一个误会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因为知道 祂是神赐给我的 我感谢的领受 祂对于我就是圣洁的 祂不会误会我 所以注意这个圣洁 不是物质本身的性质 而是对于我 相对于我 对于洁净的人 就是洁净 对于误会不信的人 对于祂就不洁净了 所以你看保罗所讲的 是相对性的不洁净 因为祂的无知愚昧 祂的良心就受到了玷污 不是说肉本身的事情 事物本身的性质 所以加尔文 牧师在这里面 就做了一个解释 他说感谢 这种感谢 对神的感恩感谢 是从来自 从神的恩赐当中 神所造的 神所给我们的 这是神的恩赐 从这个神的恩赐当中 看见了神的恩赐和良善 他对我们那种父 我们学药义的时候说到了 创造里面蕴含着 体现出了神父亲般的慈爱 就看到神是良善的 就看到神是爱我们的 神对我们的恩赐 你透过上帝的赏赐 祝福恩赐当中 就看到了神的恩赐 看到了神的良善 所以我们 为什么谢饭 吃的时候感受到了 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 里面有上帝的良善 所以我们获过神赐的这些物质 这些物 然后去感谢神的恩赐和良善 对我们的慈爱的眷顾和恩惠 然而许多人明白 又是知道 明白他们所享用的福分 是神的恩赐 因为他知道 因为拥有这种知识 因为他相信 I know 我知道的缘故 并且就口中赞美神 他知道一切都是来自神的 当然会赞美神了 称颂神的恩赐 称颂神的良善 但是如果不深信 虽然他知道 却不深信这些是来自神的 这些福分是神赐给他的 他又怎么能感谢神 是赐福的主的 一个人虽然知道是神的 但是他犹豫不定 彷徨迷茫困惑 就前面所说的 到底我该不该穿这个毛料的衣服 麻料的衣服 我该不该用这么 吃这么贵了五千块钱的食品呢 我应该这个 我坐这个 坐火车的时候 我是坐这个绿皮火车 或者韩国化的这个 无穷花号 还是坐这个KTX呢 是动车呢 还是坐一般的普通的 普快呢 就挣扎 对不对 所以他为什么这样 虽然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 但是他因为信心不坚固 彷徨 疑惑迟疑的缘故 他就没有办法感谢的领受 就将神应该得的送赞 感恩献给神 所以大家就明白 为什么涉及到这些方面如此重要 不只是涉及到我们个人良心安宁的问题 涉及到我们对神的礼拜 应该归给他的感恩送赞的问题 甚至我们可能受那些本来不是污秽不洁的 我们迷信的缘故 我们就受捆绑 良心不得自由 活在那种捆绑和束缚当中 那总结呢 加尔文牧师最后说到 总之呢 当我们明白了自由的目的 注意哈 自由的目的 为这种自由 上帝赐给我们这种自由的目的什么 是让我们享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享用啊 我们谈到了悲识的架 默想永生永世 不只是悲识的架苦哈哈的 还有就是享用今世 享用上帝给我们今世赐给我们的恩赐 那享用就放纵了不是 忠于使命 在地上有我们当走的路和使命 忠于使命享用 然后又悲识的架 是非常均衡的生活啊 所以不是律法主义 不是苦修 不是放肆 而没有 是享用 而没有任何良心的 有以心思的扰乱 这种自由的目的 让我们享受这种恩赐 而不是让我们良心里面纠结 天天困惑 然后按着神赏赐的福分的目的 注意上帝赐给我们福分的目的 来使用 上帝创造的目的来使用 上帝创造我们 要按着创造的目的去生活 救赎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恢复 原初创造的目的 亚当已经偏离了 我们已经堕落了 如羊走迷了 回来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好牧人 让我们重新回到杀人之面前 重新恢复那个创造的目的去生活 包括使用悲赃物也一样 上帝赐我们的福分都有他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去拜我像迷信 也不是让我们放纵堕落 沉迷于罪恶 而是让我们正确地去使用 按照他赐福给我们的目的 上帝让我们发财 不是让我们去挥霍 自私 贪婪 买毒品 沉迷于奢侈品 过一种沉迷放纵的生活 上帝给我们钱财 让我们好好管理钱财 不只是供养我们身体所需用的 改善我们生活的品质 尽自己家庭责任 还有社会责任 怜悯贫穷人 包括在教会里面 奉献 支持宣教等等 社会公益的活动 所以钱不只是我的 钱不只是为我自己而用 钱是神的祝福的话 你要认为上帝的赏赐的福分的话 就应该想到 上帝给我们钱 是让我们做管家 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不只是属灵恩赐 上帝所有赐福给我们的一切 都是神的恩赐 如何去正确使用 做所要于管家的 就是要忠心 忠心去按照神的指示 去管理和使用 这才是重要的 愚蠢的人士 这一切都是我的 带着这一切抓着不放 然后进入到死亡 坟墓当中 智慧的人 用神给的一切 去做生意 好好去管理 使用 善用 积彩于天 这是福音书里 给我们的智慧 大家我不知道 大家如何去解释 那些比喻 看的时候 如何理解 当你综合 串联起来 你发现上帝 在告诉我们 一个人如何在地上 活智慧的人生 按着那个福分的目的 来使用 包括你的健康 包括你的时间 包括你的年轻 你喘的气 你现在活着 为什么活着 你活着不只是为了追求你自己的梦想 如果那个梦想跟上帝没有关系 你也没有考虑到上帝的旨意 那么那个梦想就是一种可怕的 被神咒诅的生活 为什么 一种无神论的 跟上帝没有关系的 一种迷信的生活 因为你已经把你的梦想 当做偶像了 迷信 所以正确的是 你的人生 上帝给你的寿命和时光 包括你的学习能力 才干 各种恩赐 智慧 聪明 才能 包括光阴 包括等等 青春 包括健康 都是上帝给你的 那上帝给你的 你如何去使用呢 按照上帝赐给你的目的 那这个目的在哪呢 好好学习圣经 不就知道了吗 对不对 也不需要得什么特殊启示 才能知道上帝为什么给我钱 我应该怎么用 当然 假如说你除了教会应当奉献 你觉得这个钱 我要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你要祷告神 求助引导 在你的护理当中 让我去帮助 你给我安排要帮助的人 对不对 这个当然要祷告 但是不一定非得 听神秘的声音 那种方式 所以 作为仆人管家 来用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也是年轻过 包括我现在也是学生 大家也是学生 虽然大家学的这个课程不一样 这个阶段不一样 大学也好 硕士也好 博士也好 大家都一样 大家 我们如何 用我的光影 我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牧师和大家一样 那退休在家的 我如何用我的 余下的人生 我的寿命 余下的光影 如果像那些拜偶像的人 为着自己的私用 你的人生和时间 你的青春 你的健康 去挥霍的话 我们跟拜偶像的 异教徒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犯罪 你别管你读什么神学系 还是什么宣教学 还是这个神学 你活的性质 本质是什么 不是说你的 活的模样是什么 样子是什么 它内在的本质是什么 我还说 别看我们在教会里做什么 这是形式 外的形式 你现在活的性质是什么 到底什么支配你 你追求的什么 为什么而活 这是真正的你 我们可能被欺骗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 全身侍奉 辞去铁路的工作 全职侍奉 两年的时候 我以为我在为神活了 甚至有一些传道人说 你已经分别为神归给神了 这是外在形式上 好像是分别为神献给神了 但是当两年多的时候 圣灵光照的时候 发现我里面仍然充满了自己 当然现在也一样 只不过是我们一生当中 不断地要学习否认自己而已 我们要警醒 我到底现在支配我的是谁 有主在我里面 做主有多大的比率 是不是 总被我们手中表面的现象蒙蔽的话 我们就被欺骗了 所以弟兄姊妹 真正你为什么而活 支配你的什么 你所追求的什么 这个比你表面上做什么更重要 你表面固然做的很重要 但是你真正支配你为了什么做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 侍奉我无论是赞美队 还是弹琴的 还是带导的 还是做其他事 像我是牧师等等 或者神学生等等 不要只是追求 侍奉的外在的形式 满足于这个 我现在好像还在教会里面 服侍 我好像还来教会 你现在到底为什么活着 你活的这个品质是什么 内核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为着神赐福的目的来使用 上帝给我们的光阴 现在的机会 现在的侍奉的位置 不要浪费 那个不是我们达成我自己野心 我自己的目标的手段和过程 现在就是你为神活的 我们总是搞错 为了达到目的 我现在都是手段 过程 错 现在就是为神活 现在我的位置 就是上帝呼召我 让我忠心释放他的岗位 不是将来 将来不属于你 总有人忽悠我们 将来是你们的 胡扯 将来是属谁的 不知道 你明天要死了呢 将来是谁给你 替你去活 现在的时间是你的本分 将来不属于你 过去也不属于你了 因为过去已经不能从来了 你也掌控不了 将来你也掌控不了 现在属于你 现在你如何活很重要 现在的不好活 哪有将来啊 对不对 现在的不忠心 你指望将来上帝兴起使用你 那都是自欺欺人的一些成功神学 洗我们脑洗错了 对不对 所以丢子没在这里面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善用我们 福分 上帝给我们那些猪般的恩赐的目的 要明白神的心 按照他的目的去用 我们的灵魂不仅这样的话 我们灵魂里面就有平安 而且能够从其中看出神向我们的厚恩 你拥有这样的知识 心里平安 你享用这一切的时候 你就能够体会到其中 神给我们的厚恩 当然就会有感恩了 那这里面也包含 可以自由遵守某些礼仪 这个我们以后会讲 什么叫遵守 自由遵守某些礼仪呢 保罗让 听不太受割礼 是吧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自由了 割礼不割礼无所谓了 但是有的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 我们像犹太人做犹太人 像外邦人做外邦人 像律法之下的人做律法 虽然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可以自由 为了福音的缘故 我吃旧香之物无所谓 因为那个偶像不算什么 食物本身就是捷径的 对不对 但是我又为了别人的缘故 我又不吃 好像不自由的样子 恐怕别人软弱跌倒 这是我们下周要讲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一笔带过 这个不多讲 甚至我们这种自由到一定程度 有些事情 我们甚至可以遵守 无所谓 我们不是他奴隶 因为我们有真知识的缘故 已经得自由的缘故 自由的人可以能伸能缩 是吧 从而我们不仅良心不受 必须遵守礼仪的捆绑 问题就是这个 基督徒必须这个必须那个 必须这个必须的 太多必须了 我们自己就给自己画了很多条条框框 有些圣经里面没有根据的 必须的 抽烟就不是真基督徒 谁告诉你抽烟就不是真基督徒了 基督徒应该这样应该这样 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 我们自己就给基督教里面定了很多的定义 这都是律法主义 有些事情不做好 荣耀神对自己也好 但是你不能说基督徒就不能 不能把基督徒额外加上了很多的规规条条 其实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礼仪和规条 然后捆绑 然后又去捆绑别人 然后把基督教变成复杂了 基督里面的自由就变得宰了 所以我们要牢记 因着神的恩慈 这些礼仪的用途 甚至旧约的礼仪 他们本身的用途 是说明一些迅蒙的师父 对不对 他是表明 比如说安息日 是让我们真的知道 上帝渴望我们 希望我们 祝福我们 享受安息 赎罪祭告诉我们 上帝在基督里 给我们准备了彻底的赎罪的祭物 我们需要赎罪 才能够与上帝和好 而不是让我们迷信那个祭物本身 那只不过是上帝使用我们祝福的手段 启蒙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罪 上帝给我们解决方法 这个方法 虽然历史当中 这个牛羊鸽子 这个形式 这个记号 这个样式 这个象征 最终在基督里实现 但那个也是启蒙他们的工具 所以神的恩赐使用 就是为了造就我们 所以这节课里面 我没有具体举中国基督徒里面 很多的那些条条框框 但是原则上 有很多无关红纸的 就不要纠结 那讲一些比较纠结的 无关红纸的 甚至有的时候 什么洗礼的问题啊 教会体制的问题啊 长老会啊 还是会众会啊 虽然我们主张 长老会更接近圣经 比较完美的体制 但是那你说进行会 因为教会管理模式 就说它是异端吗 我们总是针对一些 不是非常本质的问题去纠结 然后结果造成很多的定罪 不自由和控告 所以定有怎么 类似的问题很多 我盼望有机会 我们细细的谈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截图一下 可以记住这些内容 这是核心